有一个员工对老板讲 今天不舒服要请假 这个老板问他 哪里不舒服啊 这个员工讲 上班不舒服 我们行者告诉大家 每天都要修法 你不能跟师尊讲 今天不修了 为什么不修 因为今天修了不舒服 不能这样子讲 我们行者就是 行者就是修行的人 每天一定要修 这是功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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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一定要做的 所以你皈依了 你就先修四加行 任何一个加行你都可以修 念师归宇宙 念师归宇宙 就是增长你的信念 归 Namo Gulbe 就是归自己的根本上识 归佛 归法 归身 每天都要念 增长你自己的 上师 佛 法 身的眼 增长自己的眼 就是在增长 增长在密教里面就叫做软 一个佛 字旁 这就是在增长 做大礼拜 就是前生的头地大礼拜 也是忏悔 我完全臣服在上师佛法身之前 公敬顶礼 公敬 大供养 把自己的一切供养给佛法身 根本上识 表示你心中的前进 前进 都是在表示你心中的前进 忏悔法 把自己本身的一切的业障 给他洗掉 这个增长就是软 就是在增长 你修行的炎 你已经由恶转向山 就是在增长 就是在增长 这不能脱懒的